而大老师是一个游戏专家 我这回又找到了传新版本的猪蛋的僵尸 我们来一起见识一下 分好不多说 走你 现在是普舒华的第一关了 一切都是这么平静 和网中不能是我们的弯冬一等兵 身价涨了足足25% 125阳光也得中 中下弯冬一等兵 我去 怎么出来一只僵尸 哎不对 这只僵尸硬堂发害 双目无神 口齿不惊 这一定是失了治了 而且他的目标不是我们的屋子 而是大马路 由此判断 你一定就是我的僵尸宠物了 你一定就是我的僵尸宝可梦了 去吧 闪光小僵尸 对面人还是有点多啊 你等等我给你摇人 小僵尸干得好啊 回头一定给小僵尸 小僵尸你怎么嘎了 我还没给你加餐呢 不行啊 对面人太多了 继续找我们的小僵尸啊 对面一天我们要接着摇人呢 忍不了了 喊大哥来了 不怕啊 就算你大哥是僵王老子 我以后也会养了他 怎么是五箱蛋 五箱蛋你真是无恶不做啊 扛着僵尸的战机 抱着垃圾桶 想我无理丢垃圾 没门我告诉你 想都别想 小僵尸救我 哎呦这向日葵这话风不对啊 想不到居然是原始向日葵 狂野原始向日葵 来让我镇现你的实力 呃你这 你是在蹦迪吗你 太狂野了 太模型了 不行不行 不能再看了 要被传染了 准备战斗啊 这会对面来了很多带着垃圾桶的智障 不是 很多带着路障的垃圾桶僵尸 这才多久啊 这就开饭了 哎我们的五香弹到了 就你小子没事就造反是吧 看我不把你 把你当爷爷好好伺候 我去这五香弹是要上天了 小小的身体里有着三个植物的力量 我说行 我们的五香弹真是太行了 还好这五香弹不是敌人啊 不然咱们家大门就不饱了 这对面的五香弹呢 现在一笔就是个渣渣 嗨嗨小垃圾 看我的五香弹教你怎么做蛋 很快啊 喜悟乐界的五香弹保里球开始了 众多周知呢 五香弹保里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我们就在用脚 他也能随便过 看这僵尸过红线是吧 我砸 路障要砸两下很正常 那我再砸 这个垃圾桶也是铁做的 要砸三下也很正常 我再砸 我砸 这垃圾桶也太硬了 数字要砸六七个五香弹啊 不过还是我极高一球啊 就像刚才说的 保里球还不是简简单单 顺利获得我们的土豆地雷啊 这土豆的发型还挺糙 新鲜到手的土豆地雷啊 找个幸运观众尝尝心 哎 我看这位僵尸 头戴金罐 面色金币 肯定要走大运了 这个机会我就赏给你了 准备弯逼啊 大的要来了 我去 这地雷把僵尸连人带筒一起炸了 要知道我们的樱桃泡泡手啊 都只能炸掉一个垃圾桶啊 这个地雷他却能全部炸完 我明白了 力量是发型定的 好快啊 在我们无敌土豆地雷戴影机下 成功过关获得了寒冰弯豆 哦不对 是极寒赤焰弯豆 这个不得了啊 看他的发型一定是强者啊 所以你一定能够拉一桶大哥单挑吧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他成功了 由此大将啊 我们的院子已经无忧了 但是又来了 铁桶爆了垃圾桶来了 看我们的土豆地雷发挥 还能不能一次炸完 哎 叫啥啊 你谁啊 你是伞兵吗 好的 我们的土豆地雷还是很牛逼啊 把铁桶连着垃圾桶一块炸没了 这个荡绳子的海盗也是意义不平啊 纯纯的松人头啊这是 在我这样的活力前 你敢吐我后白 我只能说 拜拜爱 轻轻松松 有手就行